在浩瀚宇宙中 地球是同时拥有水、空气与阳光 并预与丰富生命的星球 人类何其有幸 可以和千万种生物共同居住 并分享这个多彩多姿的地球 缤纷生命之歌 夏天来到台湾的高山 从岩壁到草原 布满鲜艳亮丽的花朵 点对着高海拔山区 短暂而美丽的季节 宛如进入五彩缤纷的花园 走进森林 由阔叶树到枕叶树 由参天巨木到小小的迅类 有无数的生物生存期间 乡间农田里 蝴蝶或蜜蜂和农夫一样 新紧的到处忙着采花蜜 从高山到平地 从森林到海洋 不同的生物展现起盎然的生命力 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充满奥秘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 地球上的植物多达三十万种 而人类只利用了其中的三十多种 作为主要粮食作物 就养活了全世界95%的人口 我们所吃的食物 大概只有100种物种 实际上至少有6万种的物种 是可以食用的 全球各地人畜食用的玉米 源自于墨西哥原著名的智慧 非洲伊索比亚原著名的咖啡 如今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其他如橡胶 茶叶 或甘蔗等 最初并不为大家所熟知 如今却成为人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物质 这也意味着 任何我们现在看似普普通通 毫不起眼的生物 未来都有着无限的可能 以前没有用的 并不表示今天没有用 今天没有用 并不表示以后没有用 保育物种 就在为后代子孙 留下最大最宝贵的选择利用价值 当我们在享用生物多样性 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时 除了要心存感激 更要体认 保育缤纷的生物多样性世界 是人类应当负起的责任 也是地球生命永续生存的最大保障